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不封魔不成佛的一个钟馗 他的任务是不断的杀魔 可是他发现其实他身上的魔性在一天一天的增加 然后他自己搞不清楚他自己身份是人还是魔 所以说他会被三界的各个方面 仙 人 魔都会把它利用 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 我在演这场戏的时候 真的能体会得到 以前什么东西都是他 可是他被人民打败 钟馗从天上掉的衣裳 全城的老百姓都唾弃和侮辱去伤害钟馗 而钟馗一直在保护上 钟馗是不肯还手 哥哥被打的那个样子 我其实心里面就很难过 我所以在那场戏 我拍完的时候再忍不住 稀里哗啦哭的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是一种 拍完那场戏之后的一种内心延续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去代入到一场戏当中的日后 他如何的投入 我觉得这是陈奎演得非常好的一段 钟馗 钟馗是什么形象 长虚 其实我本来很担心他的胡子 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四五款普通这个书密的样子让他试 那种视觉的冲击感一下就过来了 普通沾这样的胡子差不多要三个小时每天 那到画特别的特技妆的时候 这个妆国内也没有人能做 所以我们也是特意请的 好来乌克笑的化妆师 给他的脸一弄弄到五六个小时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七八个小时 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兴奋的 是因为他们的帮助让我能够呈现出转变过程当中的一个造型 虽然化妆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过渡和形象 就是拍黑钟馗的时候 大部分的表演都是由陈坤自己来表演 因为这次我们是用了表情捕捉 动作捕捉两个方面 来捕捉黑钟馗到底如何去做他的表情和动作 牵涉到钟馗他有书生 怎要是变成黑钟馗的就三个不同的造型 所以我觉得陈坤在这个戏里表演得非常非常过瘾 中馗父母既然要打那么多妖怪 他的动作戏是少不了 他跟八个展交室那一场戏是他真正的打出来的一种风格 你准备了将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做这场戏 他的那个动作都是超乎寻常的 不是在你想象范围当中保持重心的这种设计的动作 那我们基本上要求陈坤是 出桌地就变成了整个打斗就变得很齐 另有一场戏就是我跟钟馗两个人飞得很长一段距离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是我最难的 因为做我们的动作是一定会受伤 调威亚你说不辛苦不可能的 但是问他们辛苦不辛苦 就说不辛苦 其实是骗人的 一点事都没有 没事没事没事 别担心 在演钟馗这个过程里不管是武器受伤 或者是维亚掉很多 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一个感恩的心是什么 因为有这么多全组几百号人 我们都一起在创造一个属于钟馗的这样一个电影世界 如果没有这样的每个过程 我不可能完成我的梦想 这是凝聚了500人最专业的努力 我希望你们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